树下面有一捆电线 电线里面一闪一闪地亮着红灯 就算是用脚趾头去想 也会明白这电线里面是缠着一捆炸药 而且看对方这架势 这炸药恐怕还是一些烈性的炸药 对方的速度简直是超神的速度 叶浩轩来到养殖场的院子里面 时间绝对不会超过一分钟的 但就在这一分钟内 敌人已经以他根本就没有察觉的速度 冲到了屋子里 然后把梁倩给绑了起来 这让叶浩轩感觉到震惊 这是什么速度 超光速的吗 以他金丹大成的实力 都达不到对方的速度 我们还是好好地谈谈吧 因为我自信我的速度比你快 黑衣人发话了 他的声音又杀又哑 就好像是重金属摩擦一般 让人听了感觉到极度的不是你 不错 我承认 你的速度很快 叶浩轩一点头 他从来不谦虚 但是他也从来不自大 因为对方是比自己的速度快 医生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对方点点头 是不是很惊讶 为什么我的速度会比你更快 对方呵呵地一笑 大千世界 无其不有 我不认为自己已经自达到无敌的地步了 至少比起玄乌崖 我还差得很远 不过 你不是玄乌崖 哦 为什么你会这么认为 对方笑了 玄乌崖觉得 我是一个小角色 他对付我 不会自己出手 或者说 他直接把我杀了 反而会显得他的人生无趣的 所以 他要慢慢地跟我玩 大名鼎鼎鼎的医生居然被人当作耗子一样的玩 真的是件害人听闻的事情 对方点头道 这个世界 一向是强者为尊的 叶好轩笑了笑道 他是这个世界上仅有的强者 所以 他又傲视这个天下的资格 对此 我不感觉到有什么好奇怪的 所以 也不用变着法的来嘲笑我 梁倩现在距离叶好轩 有一段距离 但是叶好轩明显地看清楚了 他痛苦的表情 我不跟你打 因为我打不过你 黑袍人摇摇头 我也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 哦 你打不过我 你还来招惹我 你是不是在招死 叶好轩无语地说 正因为 我打不过你 所以我才来挑战一下你 黑袍人得意地笑了 而且 你的速度绝对快不过我 这是我的优势 没错 这是你的优势 叶好轩一点头道 一个人的速度 居然快到了这种地步 你是光速吗 我当然不是光速 但只要我比你快就好了 哈哈 黑衣人呵呵地一笑 就在这个时候 叶好轩发现另外一个黑袍人 从一侧走了过来 他静止向着 与自己对话的黑袍人走去 他没有停的意思 然后两个人就那样 不可思议地重叠到了一起 原来你不止一个人啊 你的分身 也挺有意思的 叶好轩恍然大悟 难道在自己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 黑袍人就把梁倩给掳走了 哼 原来这家伙还会分身呢 这 就让人有些头疼了 跑得快又有分身 而且梁倩距离自己 有一段距离 叶好轩想要出其不意地救下他 恐怕有些难度 不错 我是有分身 黑袍人的声音轻了轻 在这个分身进入他的身体之后 他的声音居然变得清晰了起来 但是 在叶好轩挺爱 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别扭 嗯 你说吧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的技术已经炫够了 现在 我该知道你是谁了吧 叶好轩一低头 他耐着性子地跟这个家伙磨 首先他要清楚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 无头 我只是想让医生为难一下 我知道我杀不死你 但是 因为你太强了 所以有些人感觉到不安了 所以 他们一直在实验 想找到能杀死你的方法 哈哈哈哈 黑袍人笑道 比如 永恒之水 不不不不不 那玩意现在已经被我们淘汰了 黑袍人微微地压压头 现在 有一种新的玩意儿消失了 它是专门针对你的体制研究出来的 呵呵 我很好奇 凤魂的不死之躯 遇上尖端的科技 到底哪个更强一些呢 我也想试试 我也想要试试 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东西 真的能把凤魂给抹杀掉 叶好轩微微地一笑 你很有事无恐啊 黑袍人盯着叶好轩道 不过我觉得 做人 不但不能太自信 而且也不能太嚣张了 我的自信就是嚣张 叶好轩笑道 我没有时间在这里和你磨了 黑袍人看看时间 他向叶好轩抛出了一个物体道 注射这个玩意儿 让我看看 你到底会不会死 凭什么 你说让我注射 我就注射 就凭掉在山崖上的那个女人 黑袍人巍巍的一笑 如果你注射了 那个女人就不会死 如果你不注射 我保证 她会被炸成一团炸 我真的很看不起你们这种人 时不时的就会拿女人来做人质 叶好轩皱着眉头的 因为这是医生的软肋啊 那女人对付你 一向是没有错的 时间不多了 要不你实际是我快 还是你快 不用了 刚好 我也想尝试一下这玩意儿 对我到底有没有伤害 叶好轩笑了 他捡起地上的银色圆筒 把圆筒打开 之间里面有一个注射器 每次的套路都是一样的 颜色都一样 叶好轩笑了笑 他把这根绿色的液体 打入到自己的身体 然后把手中的针筒 丢到了一边道 行了 我注射了 这一下 你该满意了吧 医生果然是个识实物的人啊 黑袍人笑了 他取下自己脑袋上的黑袍道 我知道 你一定非常想知道我是谁 所以我就不用你多废话了 我直接掀开给你看 眼前的这个人 赫然是前不久才见过的银湖 这家伙的声音能多变 而且身上的气息也能多变 叶好轩一时间居然没有认出他来 叶好轩现在的神识比起常人来 强太多了 每见过一个人 只要是和对方打过交道 他就能锁定对方身上的气息 下一次见面 哪怕是他蒙着脸 叶好轩一样能认出来 但是眼前的这个家伙似乎有些不一般 叶好轩和他打过交道 但是这一次见面的时候还是没有认出来人 是你 叶好轩惊讶地说 你居然还没有死 你还没有死 我怎么舍得提前一步走呢 银湖笑道 你是不是对我的身份很好奇 是的 我是对你的身份很好奇 叶好轩一点头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属于哪个势力 我对你一无所知 另外 你这一身能力从哪里来的 我更是没有一点头绪 我说了这么多啊 那么 你能不能稍微地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 告诉我你到底是谁 而且 你这一身变换莫测的能力 到底是源自于哪里 我知道你对我的能力很好奇 银湖冷笑了一声 你还记得村政左府吗 当然记得 在疫情 我认为他才是最大的boss 但是他死了之后我才发现 他身后占着更多的boss 我需要一个一个地去打 怎么 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准确地说 我这一身能力 是来自于村政左府的实验室 我是他的第一批实验品 但是因为实验失败 所以他便把我像丢垃圾一样的丢掉了 可是你是怎么逆袭的 而且村政左府把你当垃圾一样的丢掉 你不应该恨他吗 他丢掉了之后 我当然是另有其遇了 不过说真的 我一点也不恨他 因为是他 把我带领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也因为是他 所以才让我有了这一身的能力 虽然他把我改造失败 让我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 但是恐怕连他也没有想到 他居然会带着我 来到一个全新的领域 这个领域是什么 叶好轩问道 我对此感觉到好奇 这个领域 就是吞噬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然后让我不断地变强 或许这对你来说 有些匪夷所思 但事实上我做到了 万象门 叶好轩脱口而出 你居然是万象门的人 你到底是万象门什么阶层的人 不过听你的语气 你应该属于高层吧 你居然听说过万象门 这一次 轮到银湖愣了愣 他点头道 不错 我是来自于那里 因为我被抛弃了以后 遇到了万象门的前门主 他把我带回去 也正是因为我 他才研究透彻了 人体的潜力结构 发展二十年 所以才会有万象门的今天 可以说 是我 成就了万象门 而不是万象门成就了我 银湖信誓旦旦地说 即使是在万象门的今天 我在里面的备份也是挺足的 哦 备份足 你去来做这些打杂的事情 这不得不让我怀疑 你的万象门没有把你放到眼里 叶浩宣笑了 你不用怀疑 他们不敢不把我放到眼里 银湖笑了 我只是想单独地出来完成点什么 仅此而已 嗯 反正事情是你做的 你想怎么说都可以 叶浩宣一点头道 我按照你的吩咐做了 你是不是可以把人给放了 是的 我是可以把人给放了 银湖笑道 哈哈哈哈 出道这么多年 我向来认为我自己是一个遵守承诺的人 一条黑影从银湖的身上骤然发出 这是他的分身 分身快速地向悬崖边掠近 放下了梁浅 然后把梁浅丢到了叶浩宣的身边 接着重叠到他自己的身影上 整个动作行云流水 而且快得出奇 不足半秒的时间 这一切便已经完成了 我向你这样并不是真的 想把他放了吧 你是想炫耀一下你的速度 叶浩宣苦笑了一声 对呀 我就是想炫耀一下速度 你是医生 你是这个世界上少有的强人 看到我的速度 你是不是也感觉到有些无力 我感觉到吃惊 但是并不感觉到无力 因为比你厉害的角色多了去了 但是现在他们坟头上的草 都长得老高了 我给你提个醒 别跟我作对 你这是向我提醒 还是对我的警告 音胡呵呵地笑道 只要看你自己是怎么认为了 你觉得这是提醒 那就是提醒 如果你觉得这是警告 那不好意思了 这就是一个警告 好嘛 到了这个地步 医生还能这么自负 我真的很佩服医生的为人 哈哈哈哈 音胡呵呵地笑道 但是我今天来这里 并不是耍嘴皮子的 我是想真正地和医生交手的 让我打了针 然后再跟我交手 有你这么不要脸的人吗 叶浩玄笑了 没办法 因为你太强了 音胡耸耸肩膀 他笑道 不过我这个人不会冒险 我首先得试试 你刚才注视了那支药以后 到底有多强 音胡说完这句话 他的身形骤然变成了一道残影 迅速地从叶浩玄的眼前消失 叶浩玄迅速地拉起梁浅 快走 姚浅 我我腿软 站不起来 梁浅的神色慌张地说 的确 他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因为受到了惊吓 所以一时间站不起来 叶浩玄眉头一皱 他迅速地把梁浅横抱起来 夺落而逃 但就在这个时候 刚刚缠在梁浅身上的那团电线中的某个仪器 滴滴声 迅速地加速 紧接着轰的一声响 一阵火光冲天而起 碎石 火光 以及爆炸的弹片 在这一瞬间爆炸开来 这个掺杂了新型科技的炸药 在这一瞬间轰然地爆开 带着湮灭一切的威势 向四面八方波动而开 尽管爆炸声很大 但是寂静的野外中 这片爆炸声还是显得 有些微不足道 叶浩玄一语不发 他横抱着梁浅 猛地向前移跃 前方 是深不见地的悬崖 眼前瞬间一片黑暗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梁浅才从爆炸中醒来 他猛地坐了起来 尸声喊道 叶浩玄 尽管 骨子里有股要强的情绪 但是每个女人 在遇到大事的时候 都是柔弱的 他记得之前的爆炸 记得那震天的响声 而且他不确定 自己现在是不是还在人世 眼前的一片黑暗 在他看来就是一片地狱 他有种冰冷的无助感 别动 你骨质了 叶浩玄的声音 从他的一侧传来 同时一抹火光亮了起来 叶浩玄生了一堆火 把这个黑暗的地方 照亮了一点 叶浩玄 梁倩好一会儿才适应了这里的光线 他紧紧地抓住叶浩玄 眼泪止不住地落了下来 或许现在他觉得 眼前的这个男人 是他的依靠吧 没事 这是轻微的脱臼 本来想跟你接上的 但是还没有碰到你 你就醒了 叶浩玄笑了笑 我们还活着 梁倩有些吃惊地 看着叶浩玄 本来之前的爆炸 让他都感觉到吃惊 他觉得自己 一定是死定了 那威力绝伦的炸药 绝对不是普通的炸药 所能比的 当然还活着 不然你以为 什么在跟你说话 是鬼吗 叶浩玄调侃道 不可能 刚才爆炸了 梁倩不相信 叶浩玄的话 他固执地认为 自己现在已经死了 但是他看了一眼 叶浩玄背后 炸得支离破碎的衣服 这一瞬间 他总算是明白了 可能是在爆炸的时候 叶浩玄全力地 护住了自己 所以自己才没事 可是他是怎么撑下来的 你 你护住了我 梁倩总算是明白了 我批后 没事 叶浩玄笑了笑 或许说出来你都不相信 核弹都炸不死我 你身上长得一屎肉 你怎么可能没事 梁倩明显不相信 叶浩玄的话 我批后 还能能试一批 我批后 以来